新星文室 新星文室 高山超级 天下長大 便衣三奶子跳進上海 不只帶來高山青 還帶來第一批 台灣上海跨境界商 只有首行的美食 上海民眾下單後 最快三個多小時 就能品嚐台灣空運來的 滷汁跟鳳梨酥 我以前買鳳梨酥 大概是兩個星期左右 才能收到貨 那現在一天到三天 能夠收到貨 我覺得是時間上面非常短 在淘寶上可能會買到一些假貨 甚至可能會是一些 這個劣質的貨品 但是我現在會覺得 用這樣的一種方式 我一定會買到 非常的正宗 而且價格又非常合理的產品 透過跨境直游 台灣商品快速安全通關 享受大陸海關行 有稅的優惠 500塊人民幣以下免稅 大陸民眾能以優惠價格購物 最快速的方式 華東地區大概三個工作天 就可以收到了 部分的商品會從兩岸同價 這種B2C 跨境電商空運直游的模式 降低物流成本 首年營收 預估上百億台幣 整個中國的跨境電商 佔了中國整個對外貿易的 大概19%到20% 台灣的這個 跟大陸之間的這個貿易 大概我想 以後會佔到三成左右吧 對於台灣中小企業來說 也能夠免除在大陸 射點成本 未來台灣民眾 也能透過這個平台 來買大陸優惠的產品 蛇尖上的兩岸零時差 記者離列芳林新縣 上海參謀等